經管會告訴我 從證交所來的報告 他們查獲 如新財報不實 然後移送檢票 我接下來要請問的是 國發會 你們花了15億 去入主 去投資如新 讓他去併購酒店 他們是不是有官商勾結 我們要看證據講話 不能夠隨便亂說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清楚的 你們的審議委員會 產創轉型基金投資評估審議會 第一次的會議 通過如新的 15個委員 有6個 全部都請假 沒請假的 裡面一堆官方代表 這件事情責任到底誰要付啊 推給國發基金 審議委員會說有進行專業的審議 不是請假 就是代理 那也然是什麼 也然是上面已經有人做好決定嗎 大家看到這個開會紀錄啊 我不相信啊 誰還敢說這是基於專業判斷 除了是 現在在強調說我們當初的程序很嚴謹 開什麼玩笑啊 成篇之下台 拍拍屁股走 這件事情就可以了結喔 全體納稅人的損失誰要來承擔 把人民當笨蛋喔 只要出了事 拍拍屁股下台不用負責任 這個國家的運作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換誰執政都沒有用 如新的案子 我之前喔 追了好幾次 上次您在這邊被詢的時候 什麼都不能說 什麼都不能講 我現在問題很具體喔 上一次我在財政委員會 質詢金管會 金管會告訴我 從證交所來的報告 他們查獲 如新財報不實 然後移送檢票 我接下來要請問的是 國發會 你們花了15億 去入主去投資如新 讓他去併購酒地 現在查出來財報不實 這個不是我黃國昌講的 這個是金管會主委 顧立雄講的 請問國發會 接下來打算怎麼辦 其實那時候您 我講的是 國發會在投資的過程 國發基金在投資的過程裡面 沒有任何的 先來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 投資的過程有沒有必要有沒有疏失 我們可以討論 第二個 從國發基金的角度 這是全體納稅人的錢 你投了一家公司以後 這家公司打著 我們國發會背書 國發基金領頭 來投資這家公司 結果出現了弊案 國發會跟國發基金的態度 總不會是 一開始的時候 您說 啊投資的決策沒有問題 是不是沒有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是 但是就接下來的經營 就接下來的這個上市公司 打著國發會 國發基金的招牌 國發會沒有責任嗎 各位報告 我會去深切的去檢討 那公司的部分呢 他有 我剛剛講過 我之前其實我都這樣講 只要查出來公司的內部的經營 有任何的必要 現在軍管會查出來了 對我知道 而且檢察官也分案了 也在查 對啊 所以現在國發會打算怎麼辦 那第一個是 如果 中間有人謀不張的部分 我們會結合其他的股東來提起訴訟 第二個部分呢是 我們國發基金本來就有退場的機制 所以我們會 仔細的去評估跟研議 好 這件事情的退場機制啟動沒有 這個還需要做一個評估 這個是有沒有專案的委員在 所以我從 六月七月第一次跟您質詢這件事情 你們那時候的前副主委邱俊隆跑來找我 我跟他說 我願意相信你們 我把我的資料全部都提供給你們 讓你們去查 但是我必須要老實講 你們接下來查的態度 消極到讓我非常非常的失望 您剛剛在講說 國發基金投資的過程 沒有問題 是不是有人門不張 是不是有官商勾議 而且我們要看證據講話 不能夠隨便亂說 是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清楚的 什麼叫做有一件事情我清楚的 當初 國發基金在投資的時候必須要慎重 結果來請主委看一下 你們的審議委員會 產創 轉型基金投資評估審議會 第一次的會議 通過如新的 15個委員 有6個 全部都請假 沒請假的 裡面一堆官方代表 正式通過的會議 來請看 正式的 正式的喔 國發基金的 不是代理 不是代理 就是什麼 就是請假 這個評估的過程 所有的委員 大部分不是代理就是請假 這件事情責任到底誰要付啊 推給國發基金審議委員會說有進行專業的審議 我就看不出來啦 那這些委員誰要負責 不是請假 就是代理 那也然是什麼 也然是上面已經有人做好決定啊 他們只是開會 行李如一 一點都不重要啊 所以要不然就不來 要不然就請代理 這樣子的國發基金投資決策的過程 主委 您認為 符合人民的期待嗎 夠嚴謹嗎 這一些請假 這一些不來的委員 如果要請假 如果要不來 不要當委員了啦 願不願意 針對為什麼如心投資的案子 從審議委員會 到正式委員會 請假的人這麼多 找代理的這麼多 是平常就這樣 還是這個案子特別敏感 不想扛責任 趕快閃避 主委就這個部分 能不能回去請國發基金 給一個清楚的說明 可以嗎 可以 大家看到這個開會紀錄啊 我不相信啊 誰還敢說 這是基於專業判斷 專什麼業判斷 不來開會啊 找人代理啊 大家全部都散啊 除了是 現在在強調說 我們當初的程序很嚴謹 開什麼玩笑啊 跟委員說明一下 我們管理會的部分 因為都是 機關首長是當然的委員啊 那首長有時候是比較 沒有關係啊 那他被請代理這樣 都是很專業的 同意 你的意思是說齁 今天 包括代理朱澤民的張鈺生 代理李世光的甘維基 代理許維哲的言春男 這些人 代理都很專業 他們這些資料全部都看過了 他們都是本於他們的自由意志投票 決定要通過這個委員 通過這個投資案 如果出事 他們要負責 是不是這個意思 當然所有的人 如果參與這個會議 有出事 我們當然都應該要有責任 好沒有關係齁 今天主委做這樣子的表示 但是這些代理出席的人 有很多都還是官員 有很多都還是官員 我一定會利用 我一定會利用 任何 我可以質詢到他們的機會 跟這些代理出席的委員請教 你們真的負責任的 真的負責任的 幫納稅人把好關了嗎 你那天去開會 你知道要開什麼嗎 資料你看過了嗎 你熟悉了嗎 還是 反正就這樣決定了 我只是去做橡皮圖章 沒有 跟委員報告 我自己去主持的這個管理會 我們這些所有的同仁 他們都有仔細的去研讀過 而且都發表很多很多的影片 從主委 我一開始就說過 我一開始就說過 這不關你的事 但是我期待的事情是 這件事情要徹查到底 好 今天 成天之下台了 成天之下台 拍拍屁股走 這件事情就可以了結 全體納稅人的損失 誰要來承擔 把人民當笨蛋 只要出了事 拍拍屁股下台 不用負責任 這個國家的運作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換誰執政都沒有用